童星出道的吴磊,相信大家对他一定不陌生吧? 吴磊不但长相帅气,而且演技和综合实力也非常强,没有什么负面新闻。 是现在很多年轻女性心目中的老公,同时作为童星,出道的吴磊也很瘦80、90后的喜欢。 这些年来,吴磊经常出现在屏幕里,他凭借自己的实力派的演技给大家带来了不少优秀的作品。 吴磊出演了很多作品,获得了非常不错的反响,同时也拥有了很多代表作,在事业方面发展得十分顺利。 在事业方面成功的吴磊,好像却从未见过他在感情方面爆出过恋情,这也让大家十分地关心他的感情状况。 纷纷去查找线索还表示,万一是真的呢?年龄相仿的两人看上去郎才女貌,真的很般配。 这消息能让网友如此猜测,其实也绝非是偶然了,因为在此之前,吴磊赵露丝两人就有过很多频繁的互动。 说起他们两人的相识,还是因为《星汉灿烂》这部电视,除了在剧中有着十分令人心动的互动之外,在这部剧开播之后,两人也有不少工作方面的来往。 两人还拍摄过同家品牌的平面广告,照片上,两人一起,同框,有着男才女貌的感觉。 吴磊在最近接受采访时的言论引发了人们对他情绪状态的猜测。 作为内地娱乐圈的当红年轻人,Conversy的事业一直处于上升期,很多资源都主动找上门来。 不过,他是一个非常腼腆的男孩,时不时为了影视效果而传出绯闻,但他却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些流言蜚语。 近日,吴磊在一次活动中宣传自己的新电影,大夫还与记者进行了互动,活动期间。 吴磊身穿一身帅气的白色西装,整体风格帅气,有一点熟男的感觉。 胡哥当天穿黑色衣服,接受采访时,吴磊突然变得很健谈,热情大方地回答了媒体的提问,他还给每个人添加了一些细微差别,并透露了一些看起来非常真实的情感隐私。 当其他主要演员谈论自己的电影经历和人生回顾时,吴磊首先礼貌地微笑着表示,自己还年轻,对这些话题理解不深,很难概括。 但随后,他说了一句引发争议的话,并表示只要和爱人、家人在一起,他对现在的生活状态很满意。 其实说这句话并不容易,如果表情不清晰,就有机会淹没在粉丝的口水中。 情人二字让我们心里暖暖的,网友们也跟着吴磊的暗示,思考了很多。 网友们从不同的角度解读,但大家都认为吴磊说得太明显了。 如果不是他已经有爱人了,他也不会这么轻易说出来。 而且,他在去年的生日聚会上还许下了一个愿望,他曾说过,他希望我现在爱的人,爱我的人,如果不是这两个人确认了关系,他也不会这么直白地说出来。 网友调侃吴磊心里肯定演了无数遍,想要向天下公布自己的爱人。 总而言之,吴磊在采访中的一句话引发了人们对他情绪状态的猜测,大家都在猜测他是否正在谈恋爱。 近年来,吴磊凭借出色的演技和高颜值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和关注,希望他事业和感情一帆风顺,生活幸福。 当吴磊当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,大家都有些疑惑了,胡歌也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 其他嘉宾的反应也进一步证实了,吴磊所说并非没有根据。 谁有幸爱上吴磊,评论区立刻炸了,赵露丝的名字被纷纷提及。 记者早些时候曾见过他们两人一起吃饭,谈话内容有截图为证,照片中的女孩无论是体型还是外貌都和赵露丝非常相似。 娱乐记者还报道称,两人在合作影视剧时有过暧昧互动,还透露吴磊主动联系赵露丝。 不过,该女子多次否认这些传闻,她首先在与朋友的直播中明确表示两人没有任何关系,称这样的谣言太无语了,赵露丝在直播中的言论遭到网友攻击。 虽然女人明确否认,但赵露丝之前已经写过一篇签字文了,文章中的一些细节似乎表明她有喜欢的人。 但不能公开,她还表示,粉丝不应该干涉偶像的感情生活,这些细节似乎表明她心爱的人也是在娱乐圈,应该有一定的知名度。 如今,吴磊对自己的感情状态如此大方,我们不知道她所说的情人是否就是传闻中的赵露丝,不管是谁,我们祝愿吴磊和她的爱人一切顺利。 有网友爆料,两人一前一后飞往巴黎,而且还同一个保镖,这不皆让人猜测他们是否真的在一起了。 吴磊赵露丝的绯闻传闻,吴磊和赵露丝都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年轻演员。 吴磊凭借出色的演技和阳光帅气的外貌,受到了众多观众的喜爱,赵露丝则以甜美的外貌和精湛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认可。 两人在多部电视剧中都有出色的合作,因此不少网友和粉丝都希望他们能够在一起。 飞往巴黎,疑似同行的证据最近,有网友发现吴磊和赵露丝先后飞往了巴黎。 在机场的照片中,可以看到他们的行李都是由同一个保镖帮忙搬运,这更加引发了人们的猜测,他们是否一起前往白鹿,这个保镖是否也是他们共同的朋友。 这些疑问成为了娱乐圈的热议话题。 恋情瓜石锤爆出,随着舆论的持续发酵,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爆出了吴磊和赵露丝的恋情瓜石锤,据该网友透露,他们在一家高档餐厅偶遇了吴磊和赵露丝,两人举止亲密,显然已经在一起了。 虽然这个爆料还没有得到官方证实,但是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。 网友们的反应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恋情瓜,网友们的反应非常热烈,有些人表示很惊讶,有些人则送上了祝福,一位网友表示,我一直希望他们能够在一起。 现在终于实现了。还有网友表示,我一直觉得他们很般配,现在终于实锤了。 当然,也有一些人持怀疑态度,认为这只是绯闻而已,具体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证实。 对娱乐圈的影响,吴磊和赵露丝都是当今娱乐圈的当红小生和小花,他们的恋情瓜无疑对整个娱乐圈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 一些媒体和营销号开始炒作这个话题,希望能够借此吸引更多的关注和点击量。 不过,也有些网友表示担心,认为这会影响到两人的事业和形象。 对于观众和粉丝来说,对于观众和粉丝来说,他们更关心的是吴磊和赵露丝的个人生活和感情问题。 相信这个恋情瓜给观众带来了很多惊喜和感动,但是也有些粉丝表示担心会因此影响到他们的作品和表现。 不过,大多数粉丝还是表示理解和支持,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,不会影响到对他们的喜欢和支持。 关于隐私和生活虽然是公众人物,但吴磊和赵露丝也有自己的隐私和生活。 他们也需要有自己私人的时间和空间,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和梦想。 作为观众和粉丝,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隐私和生活。 不要过多干涉他们的个人事务,同时,我们也应该关注他们的作品和表现,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鼓励。 总之,作为观众和粉丝,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看待这个事情,同时也要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鼓励,让他们在未来的事业和生活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和自信。 《星汉灿烂》这部古装剧自从开播以来就很有热度,吴磊和赵露丝的CP感早就已经溢出了屏幕,不得不佩服导演的选角眼光,将这种又甜又虐的戏码拿捏得恰到好处。 曾经在《长歌行》里,一个饰演男主角,一个饰演女二号,当时就觉得吴磊和赵露丝比较般配。 没想到真的二搭了,吴磊的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正义感,见眉心目,气宇轩昂,他非常适合演这种少将军之类的角色。 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忠诚与意气与角色契合度非常高,吴磊的眼神纯净与温柔,即便身处嘈杂的娱乐圈,他依旧能坚守初心,专注自己的表演事业。 赵露丝与吴磊已经是第二次合作了,有着甜美教主称号的他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的焦点。 娇小的身躯里藏着巨大的能量,既有天真活泼的一面,也有甜美温柔的一面,可以说什么风格在他身上都能完美驾驭,一条粉色墨胸连衣裙很好地展现了赵露丝的肩部线条,温柔女主角的气场扑面而来。 很多粉丝开玩笑称道,要么他俩将第三次合作,要么就原地结婚,在线疯狂撒糖的样子,太令人羡慕了,年龄相仿的两个人在片场玩得特别开,像集了一对小情侣似的,每次互动都甜度满满,又甜又幼稚,赵丝露和吴磊两人感情上都没有进展。 年纪上的共鸣让两人的关系格外好,不知道这对帅哥美女的设定在戏外是否会延续下去呢,毕竟吴磊不但外表帅气迷人,而且身材上也很有型,照顾人也是非常温柔,就连赵露丝本人也在采访中说未来吴磊的女朋友会很幸福。 期间赵露丝被八卦,你是不是偷偷喜欢吴磊,随后赵露丝直言,这用偷偷吗,帅哥谁都会喜欢的,爆料真实情感的赵露丝真的很性情。